各位弟弟妹早晨 我们今天一同地在神的殿 我们相聚 我们一同地预表我们的心 来到去敬拜我们的神 正如诗人提醒我们的话 要说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神啊 我素来倚靠你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谁经威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 耶和华与经威他的人亲密 他必将自己的药指示他们 神欢喜我们去亲近他敬拜他 正如诗人的经历 当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到去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有神的指引 有神的同在 是一个蒙福的人 让我们一起预备好我们的心 一同地来去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一同地站立 我们用诗歌来去赞美我们这位神 祝你意外 万祖万国共赏 赞免兵典 从永远到永远 你超过主天 随你以外 赞兜全归赞典 随你以外 赞兜兴典典 随你以外 赞兜典典典 何以远迷 赞免典典典 神经万共赏全宗典 用我们来跪下 我们有同样的 用膝头来去跪拜我们这一位 满有尊贵荣耀的神 我们一起来众唱《主在圣殿中》 《主在圣殿中》 《主在圣殿中》 神啊多谢你 今天给我们的生命气息 阳光空气 我们一同的 有这样的福分机会 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去敬拜你 甚至我们愿意用膝头 来到去跪拜你 因为你是那位高高在上 满有尊贵荣耀的神 我们进入你的圣殿 我们心中肅然起劲 因为主你是那位 我们来到敬拜你的时候 我们要见到你的荣光 我们要看见主 你是那位满有荣耀能力的神 我们全然的来到去倚靠你 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根前 主下我们深信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你是我们一生 我们可以来到去 仰望倚靠的神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根前 将你当得的荣耀来到归国给你 求主你远我们每个人来到同在 当我们低头的时候 住在我们的眼睛 是定睁在你身上 因为你是我们整个敬拜的焦点 中心 取我们心中一切的习念 让我们心中能够认定你 你是我们今天要来到去见到的 去亲近的对象 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一切都是仰望和倚靠你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保障 我们要一心地在你的面前 我们一度地跟随着你 信靠着你 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眷顾我们的神 在你那里没有什么好处 你不会给我们 我们全心全意地 来到仰望倚靠你的时候 主下你的恩福 你给我们的能力 给我们的话语 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指标 生命的力量 叫我们一生 在你的任备当中 你到去向前来埋进 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 愿意主你帮助我们 有美好的敬拜 在你里面 我们享受你所给我们一切的福气 我们诚心地祷告 交托感谢 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命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到公读主统文 我们族天神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家民 愿你的自便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本日是及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得要我们如见试探 救我们主的公学 因为国度 权命 练耀 全是利益 直到练耀 阿们 各位请坐 好 今天会和大家唱一首歌诗 今天所用的方式和以前有点不同 以前我们有诗琴弹奏 我们一起唱 今天我想用一个video 这个video 其实在澳洲有些教会 他们举行了一个叫做 圣诗的重赞会 有一首诗歌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唱 我看看在技术上 我们一直看着影片里面 都好像卡拉OK那样的歌词 弹出来了 我们一直 他有乐队 有很大的诗班 我们一起感受到 好像都同样在他们的演唱 那个献唱会 或者赞美会那里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叫做《愿那復兴的灵火来到充满我》 就是来復兴我 好 或者 听一次 大声一点音乐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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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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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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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广东话叫做硬食 什么叫硬食呢 就是鼓励声吞了它就算了 你没得解释的 很多鱼的东西 特别小孩小的时候 很多鱼的东西我们会做 我最记得我大女 我大女小时候 最喜欢一件事就是哭 什么都哭 不见了妈妈又哭 什么都哭 总之搞得头痛 有一次我太太去了喝 去喝吧 香港很晚才回来 扔下大女儿给我 当时我没有工人 看着女儿 9点半钟左右开始哭 哭到10点半 还在哭了整个小时 而且她哭了上来很大声 我就想不行 怎么办呢 又不是要换片 又不是要吃东西 一末是这样哭 于是我打发给我妈 我说妈妈搞不定了 我妈妈已经睡觉了 10点多 我妈妈说 小孩哭很简单而已 你忍他就哭了 哭到他累 那些小孩哭到他累 就不哭了 我说好了 有一天哭了就累了 那就不理他 不停哭 哭到11点半 还在哭 越哭越大声 我说这次大劲 怎么办呢 看看那个标 当时又没有WhatsApp 没有Messaging 不知道看几点 才可以 11点半 接着到11点9 有人按钟 有人按钟就是 我隔离轮舍的两夫妇 我开门 有个铁杂 他放进来 他说 为什么你的女儿 哭得这么凄厉 是不是你虐待儿童 当时那个女儿又坏了 她就躺在地上 在那里捏 好像被人打完 于是那个隔离轮舍 我报警了 如果你再被女儿 就这样哭 我告你虐待儿童 我没有虐待儿童 他在那里哭 那他的邻居还说 他说你有小孩 这样的哭法就是虐待他 哇 真是惹 真是鱼 但是没有解释 只能够硬吃 难道会打他吗 就是说 为什么你弄得我这么鱼 于是那个邻居 就很愤怒地回到他家 我心里想 为什么要这么傻 要面对这些事情 其实太多鱼 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就是小孩的那些鱼 没有办法的 你还是要硬吃 没有办法 同样地做牧者的 豈不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 有些人觉得我们 可能都是蠢材 特别为什么要在… 有人都问我 为什么要在这个… 就是过来美国去牧会呢 香港做得这么好 是吧 长时间在香港 为什么要过来美国牧会呢 又为什么要过来基石堂牧会呢 是不是 不是说这里不好啊 是不是 而是为什么要駕这么长时间车 就是昨晚我的邻居开派对 哇 棒棒的声音 播放一些墨西哥音乐 唱歌 我不知道他唱什么 是吧 那些墨西哥人 是吧 搞到十二点半 哎呀 才能睡觉 今早一早起床 又要开车回来 有时候有人都问我 喂 为什么这么笨呢 如果真的要一份工作 对不对 附近也不知道有多少教会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就有阴谋 对不对 是吧 上来基石堂就是 你这么辛苦 就是因为不是你就蠢材 对不对 要不呢 你就有阴谋想来这儿 不知道搞什么 对不对 或者想踢走 潘牧师自己立了广东部做 对不对 当然有阴谋 不就是让我这么好死才行 对不对 很多东西你可以觉得是 我们这样做是很笨的 你可以问一下潘牧师 这么多年他的牧会 起不迷 很多时候被人误解 或者 人们会说 他这样做是愚蠢吗 宝罗一样 他的牧师的心脏 都是一样 有时候你听到 林牧师都尝试分享 他自己的经验 他做所有东西 买地方又被人骂 去做某个东西又被人骂 总之你做什么都会有人告诉你 所以宝罗说 算了 是吧 捧了他算了 硬吃了算了 不单止这样 第二件事 我们做父母或者牧者上师 都会被人觉得 我们是一个连累 用了几次连累 除了我不曾连累你们一件事 是吧 我还有什么事 不及别的教会呢 不公平之处请你们 遥恕我罢了 宝罗又是用讽刺的口吻地说的 我是不是连累你呢 如果我真的连累过你一件事 求你宝罢了 我没有连累过你 我一定三次去探你们 也不是连累你们 我这么久都没有连累过你们 你却有人说 我用鬼诈的 用心计 老龙 你们 宝罗初初去到一间教会 木会 因为一间教会刚刚成立 没有收入 所以宝罗早早自己迹象牌 自己去搞定生活费 接着木会 不收人工 每次去到的都是没有收人工 没有收钱财 去港道 但是这样却被人觉得是一个连累 你说多惨啊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当时希腊文化里面 那些所谓的traveling的学者 那些叫traveling scholar 有三种的 第一种就是很出名的 好像潘牧师那些出名 他跑到外面 他不用自己申请 那些人邀请他去港学的 就是有付钱费 住乎 会有港元费 请他去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没有那么出名的 那些就是 他去到当中的人发现 这个人在当中 不如我们请他来港道 讲学吧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就是最低级那些 就是你去到哪里呢 也不会没人认识你 你要自己拍门去找一间教会 潘牧师 可否让我今个礼拜在港道 我不需要收你钱 我不需要你住宿 我不需要任何经费 总之你让我赶就行了 因为他希望赶了之后 有人去认识他 他的名字就会出名 然后他就可以去巡迴赶学收钱 你知道那帮斯国士徒吗 保罗 你不收钱 来到我们的港道 就是因为你是第三种 最低级的那种 那种学者 因为你没有材料 所以你不收钱 来到当中 不单止这样 你不收钱 其实你用诡计 用心计来 牢笼我们 你说多惨 为到 弟兄姊妹 废财 废力 英文也很好 英文叫Spend and Expand 什么叫Spend and Expand Spend就是 扔钱出去 Expand就是 全新的 虚号 所以中文也很好 叫废财 废力 大家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对子女 是多么废财 废力 大家知不知道 要养大一个小孩 今天 是绝对不容易 我给大家看一些数据 你就知道 会花多少钱 要养大一个小孩 2013年 8月14日 USA Today 今天 你如果上网都找到 这一段的文章 2013年 8月14日 USA Today 有一个统计就是 他用美国农业部 所有的数据 就是说一个人 他吃什么食物 读书 生活费用 等等 如果2012年出生的BB 要将他养大到18岁 未计计计大学 就是读完免费的中学 不是来基石堂的 Condestone 你出去Public School 是不是免费 就是不需要钱 读完书 养到18岁 大家知不知道要多少钱 大家知不知道要多少钱 一个小朋友 从2012年出生 去到18岁 未入大学 50万美金 你说这哪有这么多啊 可能你一个经贵一点 你不信 试一下计算 是最基本的 是吧 潘老师 你有几个小孩 你有几个 你有三个 哇 惨 已经没了150万 是吧 我想问一下你 潘老师 如果你没有子女 拿着那150万 你还施墓 现在硬硬脚 撕过小就行 你想想 如果我给施墓 我给你150万 现在硬硬脚 如果没有小孩 这些根本不需要支出 现在住那间屋 用什么住那间屋 你住Town House 或者住Condot 都行 小小过 因为有小孩 你又要搭大一点的屋 那里应该是大北 如果你有150万 不要去住三藩市 去德州 五间屋都买到了 是吧 喂 我们起来不是 废财 废力 接着 废力更加 你看我两个小朋友 我记得第一次 回Preschool 小朋友 毕业礼 看她表演 哇 挺开心 第二次 我小女 四年之后 又Preschool 毕业礼 咦 喂 一样的 那双花也是这样 那棵草也是这样 那双蝴蝶也是这样 完全一样的 是吧 我不知道 潘牧师 现在就臭孙了 是吧 你已经找了自己笨三次了 是吧 现在还要继续做原本的事 为什么 有时会问 你会不会这么笨呢 喂到子女废财费力 已经废了一百五十万了 现在又要再来过 是吧 因为那些孙子又出生了 又要再臭过 但最糟糕就是 现在已经老了 大家 是吧 还要去废财费力 是吧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保罗华为何我们做牧者 同样地 为什么我们要为 弟兄姊妹 废财 废力 而竟然有人还觉得我们是连累他们 我们的存在是一个连累 为什么 不单止这样 第三样东西 保罗 我有没有占过你们的便宜呢 我今次我不读这件经文 保罗当中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派提多和另外一个弟兄来 为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去收奉献 接着有人就说 保罗其实是来想挂我们的钱 他贪我们的钱财 所以又说不收钱 现在就派人来收奉献 可能就是想自己堕落袋而已 保罗 我这么久以来 这么多年 在你们那个侍奉 写信给你们 我有没有贪过你们的钱 有没有占过你们的便宜 他说我派弟兄来 是因为我想 为耶路撒冷教会 收你们本来 答应要给的奉献 我生命的见证 这么久以来 有没有证明 我是贪过你们的便宜 等着 没错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穆借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做牧者的 不仅是一个枯杀 更加我们为弟兄姊妹 好像父母一样 甘心作愚蠢的人 硬吃很多东西 有时候我跟班牧师 聊天的时候 有些事情不能心辨 对不对 如果别人在背后 怎么说你 你都要硬吃 吃了就算了 对不对 牙仔吃黄年 对不对 吃了就算了 没办法 为弟兄姊妹废财费力 有谁去了解 但他们的苦心自问就是 我们有没有占过 弟兄姊妹的便宜 保罗也是在问这件事 就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 我们都是在问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保罗就是只有一个原因 这个什么原因呢 你看看圣经怎么说 就是我甘心乐意去做这些事 是因为我爱你们 听到弟兄 一切的事 都是为了要造就你们 如果做牧者做父母 要有回报的 弟兄姊妹 无论这些回报是天堂的回报 我们相信我们也会有 如果为了要争取天堂的回报 要为了弟兄姊妹 去怎么样报答我们 我相信你会很失望 因为未必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会这样做 而我想告诉大家 弟兄姊妹知道 耶稣大部分的人 蒙恩之后 都没有去多谢他 那十个人说是麻风 那十二个门徒的 没有一个在他被捉拿的时候 去为他去身边 保罗也是的 如果你看保罗书信 他写到就是 当他最艰难的时刻 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 我们都不是渴求这些东西 但有一件事 我想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做父母 和做牧者 出发点 不是为了要 养大的子女 做姚前树 或者 牧养弟兄姊妹 以致他们可以 对我们好一点 不是 之后一个出发点 就是 爱 爱是一个抉择 不单止是一个感受 爱是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望着这群 钉他的人 望着这群 叫他硬食 觉得他是蠢材 觉得他是虚伪的艺君子 但耶稣照样 走上十字架 因为 就是因为爱 这个抉择 所以我甚至 和我们今天 也要学习一件事 不是觉得 那个感觉 觉得对方可不可爱 如果看是不是可爱 我想那种很多人 绝对不可爱 也没有理由 保罗要花太多时间 爱他们 同样地 十字架上面 耶稣 望着我们这群人的时候 更加觉得我们不可爱 但是保罗要和耶稣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爱 是一个抉择 当你决定去爱一个人 你就爱他们到底 这个就是 《诱汉福音》 第十三章里面 讲到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耶稣既然爱他们 就是这帮门徒 他知道有一个人要出卖他 他知道有一个人要否认他 他知道另外十个会走路 但是耶稣说他爱他们就决定爱他们到底 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和做牧者应该有的心态 无论发生什么事 无论那些人如何误解我们 我们仍然继续为他们甘心乐意的废财 废灵 因为一切的事 不是为了报答 而是为了要造就这帮人 所以耶稣都没有叫我们报答他 耶稣只是说一件事 照样去做 做在其他人身上 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使命的就是 我们要学习爱我们身边的人 而爱应该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去学习 我不是又老生常谈又说回小组 我不是叫你们回小组 那么简单 我叫你们在一个小群体里面 学一下爱另外那八九个人 如果那八九个人你都爱不了 我怎么说要爱身边其他人呢 而这八个九个人在你的小组里面 都不是完全的人 都很多东西是需要你硬吃 或者要去忍耐 百般的忍耐 或者甚至给他们误解 但我们是不是愿意去爱他们呢 求主帮助我们 以至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得到 保罗耶稣基督 和父母爱子女那份的爱 决心去成为一个愿意无条件去爱别人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祷告 天员我们感谢你 主要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 已经向我们显明你自己无条件的爱的榜样 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是因为你决意要去爱我们 去到一个地步 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怎么去爱 爱我们的父母 爱我们的子女 爱我们的牧者 也要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以至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的群体 当别人见到我们的时候 未信的人 看到我们被之伤爱的时候 就能够认出 我们是主你的门徒 所以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圣明基督 感谢神也给林牧师将 哥林多前楼书 很多信息 背景 或者当中的教导 给我们一同去学习 神的话语 都是常常帮助我们 去看一些事物 不要这么表面 我们真是学习保罗 可能都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 他都能够有一个很深远 很有智慧 或者很有深度的一种眼光 来到去面对 以至他都真的得到神很大的重用 好 以下我们继续我们有奉献 来举人我们的敬拜 用我们一起的 预备和我们的心 预备和我们的金钱 一同的来到参与这个奉献的敬拜 在这里也代表教会 来到欢迎每一位参加崇拜的顶姊妹 今天我们都有好几位新来的朋友 我都很想来到欢迎这些朋友 那我读一读你的名字 请你站起来 好吗 那我们一起来欢迎 好 好 第一位我们欢迎 一位叫 我姓紀的,紀文先生 女士,對不起 女士,看到了 另外一位,Lola Sun 在旁邊,好,看到了,歡迎你 另外一位,莫春英 女士,好,看到了,不敢說 好,歡迎這幾位新來的朋友 在我當中 希望你第一次來,一次生涼之熟 慢慢你會認識多些的人的時候 希望這個地方成為你認識神 或者成長的一個地方 大家進來的時候 你會收到一張秩序表 裡面夾著一張藍色的紙 這個就是我們在8月13號 星期六,早上11點鐘 教會將會有一個 我稱之為美食節 到時在停車場 在大飯堂 我們都有一些攤位 有農夫市場 或者有很多的食品的攤位 大家可以回來試吃 也可以來購買一些食物 當中我們都有一些講座 營養的講座 或者一些糧圈額等等 其實這個節目 都是歡迎每個人參加 你的家人、同事、朋友 我們都歡迎他們參加 大家可以拿這張紙 如果一張紙不夠 在後面有一個登記表 因為我們也想大家回來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個小小的登記 希望外面有些垃圾的人 就進來有些什麼事情 我們就不想有這樣的雜人來參加 所以如果你想參加的時候 請你在後面填一填你的性命 如果你家裡 或者有些青年人 18歲以下 我們都歡迎他們參加 不過請你 如果是青年人參加的時候 青少年人參加的時候 希望家長簽一簽名 因為我們都希望大家回來參加 有很多大家的共識 如果有些食物 有些敏感 希望大家明白 大家都簽一簽這張紙 意思是說 有些什麼事情會發生 希望我們不需要負責任 希望如果是小孩子參加好 青少年參加好 家長們請你簽個名字 好嗎? 你簽了名字之後 你可以交給私事 或者到時你那天參加的時候 你再填這份登記表也可以 不過如果大家手樓上已經有的時候 希望你們都盡量簽個名字 給我們做個登記 我們都希望大家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都想認識一下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家人 因為有很多人他們回來教會 有時候也有部分人會覺得 回到教會 好像有一種先入為主 或者另一種抗拒的思想 我們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在一個很輕鬆的時間 大家回來有些攤位 大家給自己認識 希望我們有機會認識一下一些新朋友 所以大家都趁這個機會 來做一些外展的工作 在記錄表裡面也有說話 我們8月開始 我們就會進行或者推行 這個細胞小組的運作 如果你是參加星期日的 我們就會8月14日那個星期開始 而很多人都已經買了書 如果你已經報了名字 或者已經被他們知道 你會參加這個小組的 一會兒完成崇拜之後 你到南無飯堂茶點那段時間 在桌子上 我們就會放了一些紙張 就是分組 你是屬於哪一組 或者誰是你的組長 在哪個地方聚集等等 請你去那裡看看 因為人很多 我們已經買了100本書 但已經賣光了 還有部分人還未曾有書 我希望梁牧師 看看有沒有機會 跟我們再訂購多一點的書 讓大家都有一些書本 大家可以在下面 看看你分組的情況 請大家不要把那張紙拿走 好嗎? 留下來 因為很多人都會看的 請大家預備好你的心 8月14日就是星期日 如果是星期五就是8月19日 我們就會開始來到這個細胞小組 正如梁牧師所說 對大家很有益處 一方面我們透過這個小組 和他們學習 認識一下其他人 也要學習如何在小組當中 去認識、關顧、關懷、外心 來對待我們每一個身邊的人 所以因為我們8月份開始 就會推行這個細胞小組 每個星期我們都會有這個細胞小組 請大家也忠心的 準時的出席這個小組 我不希望大家逢二進一 或者逢三進一 對頂姊妹大家彼此之間的認識 關係也能夠好 要建立 如果你是基要班 我們都會 除了講基要信仰的內容之外 我們都一樣會用一本書 讓大家整個教會 都是在那個體系當中 來賓組一樣是 我們都希望這個細胞小組 能夠推動我們整個教會 更上一層樓 希望我們真的在貼神的心意 好好地在這個小組當中去學習 因應這個小組的推行 我們將會在9月4日 9月5日就是Labor Day 之前那一天 星期日下午4點鐘 我們會有一個外展的聚會 這個就是我們鼓勵 每一位參加小組的人 我們都帶少許食物回來 大家一種拍套 然後你也會帶一些新朋友回來 新朋友他們 因為我們就想邀請多些新朋友回來 所以新朋友他們原則上 就不需要帶食物 如果他們喜歡帶就更加好 希望他們 我們邀請到這些新朋友回來的時候 大家 那一天 9月4日 星期日下午4點鐘 我們會在樂馬飯堂 會有一些聚集 聚集是很輕鬆的 玩遊戲 如果大家想 我們也可以一起跳舞 有一些互動的節目 然後6點鐘 我們就會一起享受食物 因為拍套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款的食物 我們可以在當中去嘗試和享受 請大家都為9月4日這個外展的活動 來祈禱一下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要感恩節的聚會 我們今年仍然會按部門去舉行 感恩節 我們將會11月3個星期六 我們就會舉行這個雨月部的感恩節 我們就開始有師班要練習 如果你想參加感恩節的師班的時候 我們將會在8月3個星期日下午 我們會有一次專門練感恩節的師歌 如果你有興趣 你想用詩歌來感謝神、侍奉神 可以跟我和師母說一聲 如果不是經常性的師班員 而你想參加 我也想這樣一起唱歌、讚美神 跟我們說一聲 我們也會預算一些人數 以及將一些詳細情況跟你說 當然你要付出時間 你要練習 我們就可以一起去歌唱讚美神 好,讓我們一同的站立 我們先唱獻禮文 好,讓我們一同的站立 我們先唱獻禮文 感謝天父的心恩 感謝天父的心恩 你真是我們的天父爸爸 你對我們好像兒女一樣 你各樣的關心、眷顧、供應 讓我們能夠有各樣的風俗 一切都是從你以來 我們全感激的心理領受 現在我們將從你點點來的金錢 來獻上給你 求你使用這些金錢 能夠成為更多人生命的祝福 讓更多人能夠認識你 是我們的主 是我們的恩主 是我們的生命的主 我們獻上我們的感謝 求你祝福我們 誠心的討告 這恩奉主的名求 阿門 我們一起就要唱賈美詩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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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賜美天父外世之恩 祝你耶稣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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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命 额 额 额 祝你生命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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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命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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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主耶稣基督 因为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上上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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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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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请座 门到之后 欢迎大家到罗马饭堂 我们有少许茶点 大家预备 让我们可以彼此问安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